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明时间室 这个电动行李箱买了快一年了 去年双十一都是买的 当时记得花了近2000块就买的 1949 我在想 这么久这个电池会不会没用了 赶紧开掉 首先拿出来是一个电池 这个电池感觉像一个巨型的充电宝 这一面有一个USB接口 再就是充电接口 这里就是电量显示面板 我们先给它充一下电 都快一年了 看一下能不能充电 有显示红灯应该是没问题 这个行李箱 感觉里面装的东西一样 还是有点重 这是一个20寸的洗礼箱 刚好我一个20寸的洗礼箱 感觉还略小一些 重量的话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 反正特别重 这个的话 特别轻松 撑一下就知道 啥意思 又没重量吗 也坏了嘛 那个洗礼箱的重量竟然显示不出来 这个实测是7.45千克 也就15斤 提起来感觉也差不多15斤 能看到这个电动洗礼箱 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这里多了一个转把 转向转把 这里一个按键 按下去就可以把它提起来 来这里两个把手 转码这里是加速的这个玻璃 这个的话是刹车的玻璃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正面 这里是一个开关键 来这一面 这里一个数字密码锁 出死密码是什么 000 先是000 怎么打不开呢 推不动 再推我就会推烂掉 难道像上次的那个保险箱 需要锯开来吗 终于打开了 这个密码 哪里是000 分明是001 把这个调到1 差点就拿出我的脚膜机来了 它这个洗礼箱的开谱 就在这个位置 而且就这么大 刚才这个魔术贴可以展开来 跟我们平常洗礼箱 有点不太一样 其他地方是没有任何口子的 能看到它里面的空间 其实也是特别有限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普通的20寸洗礼箱 这空间我估计连这个 冰箱都没有 这个拉链展开来 能看到里面的内部空间 这里一个柱子 毕竟这里有一个方向盘 然后里面有 一个泡沫 这泡沫显得就有点廉价 然后还有控制器 然后估计还有发动机之类的 所有的这个控制设备 应该是在这个里面 反正都是这么重的 这里不考虑用一个隔板吗 这都是用魔术贴粘住的 然后除了这里 有一个大的空间之外 这上面还有两个小包 这个包的话 肯定就是放这个电磁的 我们电磁插上去 有电磁放上去满满的 这里已经晒不了东西了 这个包 然后这个包 这个包你一晒又满了 所以这个储物空间 真的特别有限 好了我们盖上去 拉上拉链 扣住 然后我们启动一下电源 现在是有电的 你看 按下去它这里有显示灯 它这下面有三个轮子 前面这个轮子超级粗 个人感觉坐在上面 你说很舒服 肯定也没有你家版的舒服 但它设计个人感觉还是挺好的 它下面有个单脚的 你看 所以你脚可以单在这里 而且它左右摇晃 咋说呢 你不用力摇还是可以的 这把手可以转动的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 可以 没倒退 倒退的话需要战术后退 感觉在这里发挥不了它的优势 我们去外面试一下吧 好了我现在急速飞过来 不是 骑过来 看一下这个速度怎么样 还挺快的 感觉奥斯马应该是有 但是你看 我轴雨摇摆 这车身特别不稳 转弯 所以说骑这个转弯一定要慢慢再慢 因为它是三轮的 三轮你们也知道 就特别容易翻车 比如我现在要转这个弯 我速度起来了 一定要先减速 按这个刹车 然后再慢慢的转过来 稍微快一点就很容易翻车 好了这个电池我已经充满了电 我本来打算去路上实测一下这个续航 还有这个速度的 要考虑到这个上路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走轮行道的话 很难依附这个复杂的路面 所以我在路台上实测一下这个续航有多远 好了我要放下相机 这举着感觉有点不稳 随时可能会装车 装行李箱 差点装上去了 这个摇摆根本就不敢用力转弯 我还想测试一下这个到底能骑多远 才骑的10趟就没电了 然后从这里到镜头的距离 刚测了一下是45米 来回10趟也就是900米 我就说1000米吧 这个续航给网上宣传的是不是有点大 我说我看它宣传的是9公里 当然也有可能我这个电池存在那里一年了 有点不耐用 总之这个电动行李箱在这个特别平滑的路面 大概就10几码的速度 然后稍微粗糙的路面 我估计10码不到吧 然后续航的话 说实话我这个因为也放了有一年了 我实测是一公里 做起来感受的话一般 然后就是这个虽然是可以做可以骑行 但是牺牲了它的空间 空间比一般的行李箱真的小了很多 还有这个重量真的是重太多了 我感觉这个普通行李箱 装满衣服都没这个重 话说要你们选择 你们是选择200块钱的普通行李箱 还是这个2000块钱的可以骑行的行李箱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篇 你们在下面一下好了 拜拜